这节新闻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台中在深夜时分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当时有两辆轿车因为车速过快相撞 两名驾驶人都被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紧销货报之后立刻赶到现场 把这两名驾驶分别从车内拉出并且送医治疗 详细状况连线给王一德 是的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马路上停着两辆轿车 其中一辆车头全会严重凹陷变形 挡风玻璃碎裂变成蜘蛛网状 驾驶座的安全气囊爆开上面满是血迹 另一辆轿车则是整辆车撞在分割岛上 前保鲜干整个掉了下来 事发在十九号凌晨一点多 当时一名二十五岁女驾驶与另一名四十三岁男驾驶 在台湾大道上因双方车速过快相撞 目击民众看到都吓了一跳 两车相撞后女驾驶车头卡在分割岛 男驾驶的车停在路中央 车货撞击力道强大 索性两名驾驶都只受到轻伤 女驾驶身上多处插伤男驾驶则是头部插伤 被用绷带缠住躺在单架上送一急救 警方初步调查男驾驶一四九架 详细车货原因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相对新主播 好另外呢现在整体说起来 其实这个疫情已经慢慢的趋缓了 因此出现所谓报复性的旅游 再加上呢政府推出的国旅补助 因此就可以观察到在宜兰交系的 有多家大饭店最近几乎根本是订不到房间 好花莲的特色还有高级旅宿旅馆呢 基本上也是一防难求的 当然血碎的部分更夸张了 因为现在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 每天都是大塞车 平邻的行控中心每天开启了闸道一控 有驾驶人说啊 他从苏澳开车回到台北 花了四个小时 这个车程多出了一倍 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波报复性旅游的人潮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接下来就要提醒 如果你是常常经过雪山隧道的驾驶朋友 可得要注意 因为呢有位网友在脸书分享 自己收到了一张超贵的罚单 好仔细一看 原来是这个雪山隧道的双白线 现在呢已经一路延长到了洞口前100米了 而他一时因为没有注意跨越了双白线 就被后方的民众检举 直接被开罚3000块钱 有网友呢安慰他说 有很多检举魔人真的是吃饱太咸 好另外也有很多网友特别提醒大家 看来以后真的是不能够冲了 当然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 到了阿里山去欣赏日出 星光跟云海 现在有国际级的连锁业者 看中了阿里山的美景 要在海拔1200公尺盖一个新的饭店 成为台湾海拔最高的饭店 而且呢还特别设了观景台 让住宿的游客能够看星星 看日出 阿里山最美日出金色光芒 照射下云海在山谷中翻腾 俯瞰阿里山龙头美景 透过镜头阿里山吸引人的美景 还有龙头云铺 邻近有阿里山寺 还有新建酒店看中美景 坐落在阿里山公路58公里处 邻近二岩平细顶云海步道 海拔1200公尺 成为全台最高饭店 在饭店的五景 我们想会特别设计的观景台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看云海 看日出或是看夕阳 饭店外观以石墙面搭配檜木 自然融入被云露围绕的阿里山先进 饭店还设有观星平台 顶楼有户外酒吧 夜晚看星星享受森林浴 晒着月光 欣赏阿里山二万坪车站的月光云海 把美景禁收盐地 有一名担任 专潢工班的网友分享 他说在施工的时候 发现设计师的规划有问题 因为这个设计师为了缩减空间 把原本要留给洗衣机用的水龙头 设计在井林洗脸盆 他当时其实就看出来说 这个有一个问题 而且还好意提醒设计师 没有想到被反呛说 你是设计师还是我是设计师 你只是施工人员 照做就对了 结果装潢的房子就出现一个 没有办法使用的水龙头 不过事后工班 已经处理水龙头的问题 把开启开关反向就可以使用了 全球气候暖化持续的加剧 台湾南部海域 已经有40%的珊瑚 出现轻度白化的现象 海洋保育署希望国人能够节能减碳 并且持续进行富裕的工作 同时也希望台风来的时候 可以把海水降温 让珊瑚白化的现象 能够得到一个改善 好 不过很多人呢 如果说到想要去浮潜潜水 看珊瑚的话 首选的地方就是小琉球 小琉球在暑假期间 有万人登岛 其实人潮很多 不过呢 这当中有五大景点 可是让不少人觉得毛毛的 因为呢 一到了晚上就会变成禁地 像是有一个地方叫做乌鬼洞 是有原住民被烧死 美人洞也是出现怪潭传说 而且还会经常发生 溺水失踪意外 青州海水 海龟伴游 这里是小琉球知名景点 美人洞 但一到晚上成为怪潭禁地 相传苏州美女遇海难二死 造成附近溺水瓶船 往前走五百公尺 也有过一段悲惨故事 早年重男轻女 会把第二位女儿直接丢弃 鲜血染红岩石超惊悚 晚上不要到这个地方来 无敌海景农历七月晚上变得很母汤 附近还有其他知名景点 像是乌鬼洞 曾经火烧原住民 念咒画符 最后祭拜洞主平息怨念 外形看起来差不多的 珊瑚礁地形山珠沟 相传山珠金 娶仙女妻不成气愤大吼 小琉球知名景点 却有各种诡异传说 同样毛毛的 还有嘉义势力殡仪馆馆 大只飞蛾停在解剖室外墙壁上 背后一张超清楚人脸 它是鬼面天鹅 总共两只一停就是三天 民众看得起鸡皮疙瘩 但专家说 鬼面天鹅是夜行性昆虫 具有趋光特性 但正值农历七月 民众难免多做联想 记者刘诗志 王叔宏 屏东嘉义报导 天母商圈的麦当劳 陪伴当地走过三十多年的岁月 其实是承载不少六七年级生的回忆 但是在二零一九年宣布行登 有很多民众是错愕不已 如今终于确定满血复活了 只不过并不是在原址开业 而是会迁到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 同时因为店内用餐区只有六个座位 因此现在业者强烈建议大家外带 当地的网友看到之后 非常兴奋表示 终于是等到这一天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傻眼表示 这是全台湾最小的麦当劳妈 摆明只是想要做外送生意的吧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暖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要请大家多多支持